在新冠肺炎防疫期间 我为大家设计了一套 简单一学 只需要一把椅子 就可以练遍全身的居家训练动作 帮助大家增强体质 积极防疫 这套动作同样也适合于 日常没有时间锻炼的 办公室和学生人群 颈部的训练动作叫做米字拉伸 要求在做动作时 要以头带动颈部 按照米字的笔画方向 进行缓慢极限拉伸 先上下仰头 低头 再左右转头 最后上下45度方向转头 这个动作可以缓解我们 由于长时间低头看手机 工作造成的颈部疼痛 必不训练 我们介绍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叫做掌心画圈 要求力掌 将手臂拉直 然后用掌心在身体两侧小幅度的向前和向后画圈 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利用椅子的高度做上斜 腹势力量较强的人可以把腿放在椅子上做下斜 腹势 这样能够将我们自身的重量更多的集中到我们的上肢 增加运动负荷 做俯卧撑时 大家要收紧核心肌群 使身体成一条直线 切记不要塌腰提臀 背部的这个训练动作叫做俯身YTW伸展 屈膝俯身 双手握拳 大拇指始终朝上 双臂与身体成YTW型 做这个动作时 头部与脊柱处在一条直线上 双肩要放松 感受中背部肌肉发力 这个动作对改善久坐不动 所导致的各种圆肩 驼背 高低肩 脊椎 背痛等问题很有效果 腹部训练的第一个动作叫做坐姿收腿 后仰坐于椅子上 手臂撑于扶手或椅子边沿 双腿微曲 腹肌紧绷 稳定身体 收腿同时收腹 身体微曲 然后还原出手位置 手臂与腹部力量较强的人 可以做撑起收腿 这个动作对训练我们的腹直肌 非常有效 能够帮助我们练出漂亮的马甲线 另一个动作叫做空中自行车 双手扶于两耳旁 用腹肌的力量将上背部卷离椅背 同时转动上身将手肘朝前送 交替触碰对侧膝盖 这个动作除了能锻炼我们的腹直肌外 更能强化我们的腹外斜肌 帮助我们打造性感的人鱼线 身体素质脚弱的人当膝盖靠近手肘时 另一侧腿可以触地 腹肌力量较强的人 下方的同时伸直膝盖 脚跟可不触碰地面 如果你有电脑椅 我们还可以利用轮子做派克式卷腹 两臂伸直 身体呈一条直线 双腿置于电脑椅上 然后利用轮子的滚动将膝盖向胸部引领 这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手臂力量 当以上动作我们已经能够轻松驾驭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把电脑椅当作肩腹轮来用 这样不仅虐腹 还能动用身体其他部位的肌群 使我们的健身更加高效 腰部的这个训练动作叫做早安体前驱 要求双手放于头两侧 手肘朝两侧打开 身体俯身前驱 在动作过程中 腰背部始终挺直 不能松腰含胸弓背 向上挺身时 应尽力收紧腰部 动作不要过快 脊柱始终保持正常的生理曲度 这个动作能够增强下背部的力量 减少久坐时腰部的压力 使我们更容易保持挺拔的姿态 锻炼臀部的一个经典动作 就是臀桥 双腿屈膝撑地 略宽于肩 肩部靠在椅子上 双手握住椅子把手或放于体侧 发力将臀部抬至大腿与身体 成一条直线 并保持顶峰收缩一段时间 臀部下降至低点时 不要着地 久坐不动会让我们的臀部松垮下垂 臀桥是发展臀肌非常优秀的动作 可以让我们恢复紧致丰满的翘臀 另外驴踢这个动作也能够有效地提升上臀线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注意从后脑勺到整个后背到臀部 成一条直线 不要塌腰 腹部肌肉收紧 屈膝脚掌向上蹬 我们都知道深蹲是练臀腿的优秀的复合性动作 但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对 在这里我向大家推荐的动作是相视深蹲 它是我们每次坐下或者从椅子上起身时都会做的动作 当我们的臀部去垢椅子时 可以轻易纠正我们深蹲时容易膝盖前身的错误 除此之外 也不必再担心会在深蹲之底步时跌倒 这样就能集中精力去关注脊椎的力学机制 和身体重心所处的位置 简而言之 这是一个既不影响姿势 又能调整深蹲幅度的简单方法 我们整套的居家训练动作就介绍完了 大家还需要了解几点注意事项 第一点 运动前我们要注意热身 运动后要进行放松和拉伸 每个动作可以做10到20次 重复3到4组 组间间歇休息一分钟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体力进行调整 最后建议大家在选择训练动作和运动复合时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 日常健身习惯 年龄等 靓丽而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